各位你好,我是心齋 今天和你們看一部電影 英文片Fight Cup 大陸亦做搏擊俱樂部 台灣亦做鬥鎮俱樂部 是一部1999年上映的 美國黑色幽默劇情電影 改編至一部小說叫《搏擊會》 二十世紀霍氏發行 由北彼特主演 劇情圍繞在一個人 因為失眠症糾纏的大公司職員 遇上一個地貓商人太不勒 因此共同創立了一間叫做俱樂部 由於這個劇情和聚術風格強烈 因此一般都被定為邪惡的經典電影 劇情是這麼說的 主角是汽車召喚員 工作和金錢都很難令到他滿足 而他也患有失眠症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他冒充其他疾病的病患輯 參與各種互相的團體 在他預見另一個冒充病患者後 他在互助團體的幸福時光 有一個藝人兒子 兩人由協商分別參加不同的團體 在商務旅行反程途中 主角和肥造商太特意識了 主角回到公園時 發覺自己的家被人炸毀了 他對物質上的損失感到沮喪 他打電話給柏泰勒 還約了他去酒吧見面 泰勒就告訴主角 他被消費主義困住了 在停車場 泰勒要求主角打他 而兩人有因此就互偶了 主角搬進去泰勒的家 那是工業大廈的舊屋 他們在酒吧外不斷互吐 吸引很多男人圍觀 之後眾人聚集在酒吧地下室 成立了搏擊會 定期聚會讓眾人彼此嘔吐 馬拉復約過量 打電話給主角求助 主角無視馬拉 但泰勒去他的公寓救了他 泰勒和馬拉就發生了性行為 這個嚴重刺激了主角 泰勒警告主角 不要跟馬拉說關於自己 主角威脅老闆交出公司資產 以支持這個搏擊會 之後他就辭職了 搏擊會的成員逐漸增加 都包括主角 有在那些互助團體遇見的男子 泰勒 泰勒將成員聚焦一起 從事一項涉及反物質主義 和反企業組織的破壞計劃 但不允許主角參與 主角對這個計劃的成員 從事各種破壞行動 越來越煩惱 並抱怨泰勒將他排除之外 而泰勒則透露他是 將主角公寓炸毀的人 包白在某次破壞行動中被警方殺死 主角試圖阻止該計劃進行 去透過紙上跟蹤追蹤泰勒去過的城市 發現破壞計劃已經騙及全國 在某個城市中 計劃中的某個成員 將主角稱為德頓先生 主角對此感到困頓 就打給馬拉 發現馬拉都認為自己是泰勒 泰勒出現在主角的旅館房間 表示自己正是主角的另一個格 主角認為泰勒是自己睡眠的時候 所表現出來的個性 主角就失去了意識 當清醒回到家 發現泰勒計劃摧毀銀行大廈之類 包括信用卡記錄的建築物 來讓金融崩潰 他向馬拉道歉後警告他 處於危險之中 希望他離得越遠越好 但馬拉對主角的矛盾 舉動感到困惑和不信任 主角試圖向警方自首 但警察都是破壞計劃的成員 他只好自己到某棟大廈裡 拆毀炸彈 但被泰勒阻止 在大樓頂樓 泰勒將槍指著主角 而主角意識到自己和泰勒是同一個人 因此握槍的時候 是自己 主角開槍射向自己的嘴 讓子彈從面穿出 泰勒死了 主角再不投射出他的影像 破壞計劃的成員 綁架了馬拉 將是帶到大樓頂樓 主角和馬拉 手牽手 看著一棟又一棟的大樓 爆炸 傾虎 鬼 諷刺消費主義 你真是看懂 鬥鎮 驅樂部嗎 電影Fight Cut 改編自 是同名小說 由David Venter 所拍攝的故事的內容 為主角之一 Edwick Norton 飾演 在電影中 始終沒有一個確切的名字 只是扮演一個敘事者的身份 在片中 他只是一個普通的白領階級 每天上班 被主管罵 在一次旅途中 他認識了另一位主角 敘事者 就回家發現自己的公寓被炸掉 他和Taylor聊天喝酒後搬入Taylor的家中居住 某一天在路旁聚事的時候 和Taylor開始打架 聚事者從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 兩個人經常在路旁打架 逐漸吸引了很多人加入這個行列 甚至組成了一個要做Fight Cut 不限種族、職業、高矮肥獸 都可以進入互相打架 故事就是由這個俱樂部組成之後 正式展開 這是電影的最好幕 私心 就覺得這是最浪漫的 你所買的不過是我生產的垃圾 反奉消費主義 Taylor一開始出現的角色 是以肥造商人的身份出現 片中有一段就是Taylor戴著 聚事者了解他如何做出肥造的過程 原來Taylor做肥造用的油脂是來自整容診所 我抽脂之後氣調的脂肪 帶走了這些脂肪之後 再做肥造 並以120美元的價值 賣給百貨公司 百貨公司的銷售員 形容這個肥造是最好的肥造 聚事者就這樣形容 我們將這些富豹不要的脂肪 再賣給他們 同時諷刺百貨公司 高價販賣的商品 原本不是人們所拋棄的廢物 透過體驗前述的荒誕過程 都看到消費主義的荒謬 我們付出勞動、時間、熱情 難度就是為了這些無用的垃圾 消費決定了你是誰? 消費主義的網絡 在電影裡一開始就 超視出身為中產階級的聚事者 和消費主義的密不可分 身為中產階級 他的生活並不堅密 有穩定的工作 也不需要為了生計而煩惱 這樣的生活 藉由大眾眼光檢視 衣食無缺的生活 體面的工作 就是人生勝利的表證 聚事者一開始 似乎都沉浸在這種生活裡 偶爾上班是被主管叮一叮 回家的時候 可以看各種各樣的購物、形錄 滿足自己的仰望 聚事者在購、郵購的同時 她說了 我成為消費的奴隸 透過這句話就可以發現 看似 衣食無缺、自由 控管自己生活的人生勝利 生活裡依然是不自由 是被束縛的 我們成為消費主義的奴隸 落了班 要想想自己 就靠著買東西 滿足自己 自我的心靈滿足了 人的價值、意義 這個問題已經成為 我的消費決定了我是什麼人 對於聚事者來說 她的所有一切就是她所購買的商品 物質取代心理層面的追求 人生的意義揭露在購物形錄上 不再需要深思自己對未來的追求 人生的意義 只要想著下次要買什麼 這個就是人生意義 Tayla在篇中這樣說 我們的Fight Cut裡面 看見前所未有的強壯、聰明的人們 但我們都看到 我們整個世代都浪費 在不重要的工作上 努力工作只是為了一堆 我們根本不需要的狗屎 這段話表達了被勞動消費主義綁架的人 得不到自由 自尊偶爾得到的是資本主義的甜頭 就很開心 但透過Fight Cut 每個人都可以解放出來 在Fight Cut裡面 人們重新找回自身的生存意義 精神文化世界大戰 反主流價值的殖民 我們是歷史過渡的世代 我們沒有生存的目的 沒有世界大戰 沒有經濟蕭條 我們世界大戰就是精神戰爭 我們的經濟蕭條就是我們的生命 精神的文化戰爭之所以比武力的戰爭 更難抵禦的原因是 文化戰爭並沒有明確的敵人 我們被文化緊緊網絡著 卻有難以爭脫 抵禦巨大的主流 除了顯得不合群 破壞社會規範 有時更顯得武力 明確來說 你並不知道自己的抵禦是誰 要抵禦主流文化 對我們精神的殖民所能 基睬的戰術並非巨大 翻轉一切的革命 就好像在電影裏面所超市的 代表的就是被消費主義殖民卻 不至已知的我們 電影並非真的 要我們去路上找人打架 財算解放 而是透過在日常的反動 認定自己不想 只為了賺錢做不喜歡做的事 認定自己是有個當小說家 舞者跑者的夢想 認定自己不想要勞動 只為了買更多自己不需要的東西 這樣你就在優名處 就是鬆動看此堅不可吹的主流價值裏面 不要以為自己很重要 我們從來都沒有能力自主 警告 如果你正閱讀著這段的警告詞 這個警告詞就送給你 你在閱讀每一個字都在浪費你每秒鐘的生命 你沒有其他的事可以做 你的人生已經空洞到 無法真正去思考該如何 更好的度過這一刻 還是你想念著權威 想要對那些宣稱為權威的東西 表示尊敬和信任 你有去讀你應該要讀的東西嗎 你有去想過你應該想的事情嗎 你有去買被告知要買的東西嗎 找出你的公寓去找你的異性 不要再買東西燈手槍 遲掉你的工作 開始打人 去證明你的人生 如果你不這樣做 你就會淪為雲雲眾生 你現在已經被警告了 這就是電影裡的太勒綁的東西 這也是電影裡的DVB版的版權警告 被造成為某種邪教教義 就是徽給 簡單明了的幾句 藉由電影裡所有表達的任何層面 經過這麼多年 那個被徽給的消費者社會 現在依然沒有任何改變 說在這部電影裡是不容易過時 只要你是一個透過上班去維持生命的人 你都會覺得自己就是可憐的社會畜生 只是你覺得自己是個可悲的畜生 就會覺得Fight Club是對的 什麼叫做工作等於人生 是不夠勇敢脆育的問題 自從人類有辦法聰明要去大量生產任何物質 做商業活動的時候 這個社會就注定有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關係 你就不得不被捲入那種低物欲的原始社會 現在的人反而沒有能力去過 對嗎?有一種叫去住太勒住的那棟破屋 有多少人能夠住得來呢? 拋棄網絡、拋棄電器、拋棄任何令你感到便利的東西 但因為不可能 所以我們被這些身外的物質吸主宰 紙鈔數字還有保險 將身外之物當成一切 所以每天將期望投注在錢 將需要當作必要的看待 不賺小就漫漫不能 一切都不能 這就是被身外之物被包圍的最好證據 漸漸的不工作就不下去 工作就變成人生的真契 而且是被逼勝 不可能不工作 這個電影就是抱怨這些錢會變成萬能 不賺錢是不行 原因只是在於不敢去過太勒那種生活 住破屋靠著服務生影城放影師這些兼職去維持生命 錢只是用在絕對必要之後 其餘只要不危及生命就一律不去賺 但是光是這樣不夠 要怎樣證明自己是超人般的超脫物質 拋棄生外之物還未夠 還有生外之物的身 身體是生外之物 Face Club為什麼每天都要打架 就是令到自己和太勒在聚術者手上 灑出熱的化學藥劑 令我印象深刻 他要他放棄不想痛的念頭 要他覺得痛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痛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他落在地下室裏面 被挖挖的時候 覺得非常之一直爽 一直笑 隨後要求揮級的成員 要去外面找不同的人 打架 而且要打輸 沒有痛苦 沒有犧牲 我們一無所有 就好像第一個被送到太空的猴子 看看這些上班族 好像聚術者一樣 有沒有遇到痛苦 有啊 一直上班很捲桌 就是痛苦 所以下班之後 買各種高級家具來放鬆自己 走到互助會 看見那些患癌症的人 被病前身的人們 每天 普普走出 傷痛 這個也是很痛苦 但是 為什麼 罪事者這樣看似 不知足 就算去互助會 討足 也就是 知足不了 大男人 為什麼要去互助會 脫離 逃去揮級呢 因為他們雖然痛 但是他們想釋懷 如果任何想釋懷的方法 敢注定來知足 還有一大步 釋懷病痛 釋懷上班 卷桌 都是總釋懷 到底有沒有知足 所以 要痛 痛才是對 令自己身處在一個不堪狀態 不去享受 有病 是不用心靈釋懷 因為世間就是這樣 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 追求痛苦才是生命本能 而不是令自己越過越好 但不在意這個物質 也不在意這個身體 那其實不夠 自己的生命都不在意 生命都是身外之物 若每個時代的人都想辦法活下去 那輝級就是想辦法怎樣死 就好像泰勒 為什麼要栽著聚事者去翻車 然後很開心地說 經歷一件難忘的永遠經歷 因為生命一點都不重要 會覺得重要的就好像泰勒說的 我們都是覺得自己有一天成為 億萬富翁 電影明星 搖滾明星 但實際上我們是不會 這個只是比喻 這只是比喻 不外乎就是人生 不如二事十常八糟 所以自我期望 往往是可笑 你要的期望 不一定會找到你 但是你不想要的死亡痛苦 老去是會自動找上來 生命什麼時候是自己說的 算了 都是命運說的 所以不如早點醒醒 這個期待 頭四在死亡帳太勒說的 上帝或許不喜歡我們 但不管怎樣 我們都覺得自己不重要 是不重要 隨時死亡 隨時死亡都沒有關係 因為生命本身不是一件誠可貴的事 最好 看來最後 其實 Fight Club 都不是很給你內在的力量 Fight Club 是個備受兩極經典之作 在電影藝術上的定義偏向邪典 電影中邪教過程的異名 令人難以自信 就是這樣邪教有好的教義 但是沒有感恩 沒有愛 又冷血無情 Fight Club 由於這種意味 用盡除蜜肉去伸展到一種生命的本質 向外看是一件空殼 但是向內看的一種事 在電影中是不存在 所以這部電影千萬這麼邪惡 因為它不認為人是有內在 只是一群手屍鬼在等 不得不期望著死亡 進除蜜肉 反而將蜜肉投射在死 根本沒有拋棄什麼 只是將執著主移到精神上面 這也是為什麼太勒最後會死 因為罪術者自己不承認它 這也表示什麼呢 電影這種矛盾 就好像沒有人自由過 也沒有人有自主過人生 多謝大家收聽 我是心齋 隨遇而安 隨緣自在 大家喜歡的話 請記得點贊 分享和訂閱全部 拜拜